7月6日,关晓彤在某社交平台上晒草原度假的照片 照片中的关晓彤神奇白马,草原发十足 不过骑马的时候戴着口罩,戴着帽子 就不怕马在行走的时候不慎跌倒吗? 虽说被驯服的马是很温顺的动物 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外 所以骑马的时候需要保持一些谨慎 蓝蓝的天空,城市很难见到啊 网友纷纷留言称,找到白马了 上面坐的是公主不是王子 风景好美啊,享受你的空闲时间 近日,关晓彤的父亲关绍曾 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在大草原上游玩的情景 并配闻蓝蓝的天空,碧绿的草原 清新的空气,愉悦的心情 尚无好朋友们,在大自然里,欢乐美丽无处不在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,关晓彤也在照片中出现了 在网友尤其是粉丝的印象中 关晓彤已经隐身挺长一段时间了 只有昨天他为某时尚品牌拍摄的广告片出现在网络上 暖心的网友纷纷表示 关叔早看到彤彤啦 记得提醒他起码要注意安全呀 忍者头为了防晒拼啊 草原空气这么好,摘下口罩大口大口呼吸吧